这一年的秋日 蓝室听学结束 各世家子弟都纷纷告辞下山 欧阳家的小公子 欧阳子珍和思追景仪 颇为投缘 总是还依依不舍 约定日后一同业烈 思追在大笔上拿了第一 自然有了参加业烈的资格 恰逢有廖望台报训 思追得了蓝望机允许 即将去参加修仙生涯的第一次业烈 风乱必出的蓝望机却没去 把这个差事交办给了蓝继燕 大笔之后蓝西辰让他休息几天 蓝望机还真就常修了 除了授课 连夜练也不去了 倒经常跑去陪蓝启人下棋论经 仙门百家中的八卦好事之徒 倒是为了韩光君和泽乌君 谁才是悬门第一修士的问题争论了一阵 可争来争去 总归是在双臂之间 没其他家什么事 顾苏蓝氏对此亦不作回应 渐渐的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蓝氏双臂修为不相上下 这个观点倒是没有不同意的 连金光瑶都私下调侃过蓝西辰几次 虽然第一次夜恋不能与韩光君同去 思追心中的雀跃也丝毫没减少 一整夜都兴奋紧张的没睡好 临行前蓝旺鸡把思追叫过来 替他换了一条墨鹅 思追问为什么 蓝旺鸡只说原先那条墨鹅旧了 上面的浮数渐渐消退 故而换一条新的 思追不已有他 换了墨鹅便败别蓝旺鸡随大家下山去了 墨鹅上有相受之人的精血怨力 生死关头可以彼此感知 蓝旺鸡想着若有万一 不想在夜恋中吓着他 恐出危险 故而从蓝西辰那讨了一条新的来给思追 上面以精血符咒相连的人 自然变成了蓝西辰 至于自己的那条墨鹅 同样是蓝西辰所受 蓝旺鸡将之解下 叠好放在那封信上 留在了静尸 最后环视了静尸一圈 蓝旺鸡和尚们 趁着满天星夜 往后山寒潭洞去了 如今他有黑猪中三千兄灵在手 已得了重开鬼门的方法 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施法 只要找个无人的地方即可 寒潭洞冰寒依旧 蓝旺鸡拿出那颗黑猪 照鬼使说的法门将其中尽致解决 几乎是瞬间鬼气大胜 一道黑洞在蓝旺鸡眼前缓缓展开 这尝试中千头万绪的事都早已掂量清楚 打理明白 蓝旺鸡并没有丝毫犹豫 一步跨了进去 蓝旺鸡跨进鬼门的瞬间 蓝西辰正在韩室处理文书 忽然手一抖 笔落在了纸上 见出好大一片墨迹 一边打下手的蓝文扇抬头 从未见蓝旺鸡如此失态的样子 被他吓了一跳 泽吾君 你怎么了 蓝旺鸡嘴唇哆嗦了一下 猛地站起身来直奔静视 蓝旺鸡一定出事了 即便蓝旺鸡除去了墨俄 他们也还是同袍兄弟 血亲之间自由感应 蓝旺鸡的气息在尝试完全消失的那一瞬 蓝旺鸡只觉得心意空 仿佛什么东西从骨髓里被抽了去 竟是已经人去悟空 蓝旺鸡颤抖着手点起灯火 一眼就看见蓝旺鸡的墨俄 压着一封信静静躺在岸上 蓝旺鸡心中生起绝望 一把抓过信拆开 三两下读完 诗神跌坐岸边 狠狠捶了一下桌面 竟将那书案打得四分五裂 剑开去 他早该想到的 近来蓝旺鸡如此反常 他早该想到的 为什么对四锥如此严苛 为什么有兴趣去陪叔父下棋论道 为什么突如其来当众妖战 顺着蓝旺鸡信上所言 蓝旺鸡打开静视书阁的静止 看见了蓝旺鸡留下的书稿 大略翻了一番 蓝锡尘就明白蓝旺鸡究竟整日在忙些什么了 这厚厚一罗文稿 竟是将蓝旺鸡这些年所误得的法门 与未无限的鬼道残卷合为一卷 童而论之 为鬼道和灵道功法做了系统的整理 书名总阔为 望线守闸 这要拿出去 恐怕就是一卷能惊起 腥风血雨的魔道第一秘籍了 难怪蓝旺鸡说能传遍传之 不能传遍藏了 以后留给私追 又读了一遍信 蓝锡尘掩面无言 蓝旺鸡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 并非一时冲动 确实是三思后行了 只是这三思之后的决定 却是谁也拦不了了 蓝旺鸡没有留给他劝的机会 更不会留给他找的线索 鬼门在哪里 如何开启 这些蓝旺鸡没有对蓝锡尘透露过一星半点 如今除了等 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信上说若无意外 十日内必归 所述种种 皆是为了如有万一 可这世上何曾听说有过鬼界归人 只怕那十日必归 才是那万中之一吧 可蓝锡尘毫无办法 除了等 他束手无策 十日 只怕也是蓝旺鸡信口说的 给一个期限 不想他们一直等下去罢了 蓝锡尘忽然就明白了 弟弟十余年等于生死不明不归人的心情 旺鸡你好狠的心 蓝锡尘满心绝望的同时 蓝旺鸡走在一条长长的虚无阶梯上 那么长 一直一直通向地下 除了手中夜明珠的一点光亮 黑暗看不到尽头 一跨界门来 蓝旺鸡就发现自己的灵力完全失效了 并不是失去灵力 而是失效 包括他事先准备的许多福转丹药 一概失效了 看来灵力在鬼界中是无法调用的力量 既来之则安之 进了这个门 蓝旺鸡反而无所畏惧了 无尽的阴冷黑暗又如何 趋不散他心头的那点光亮 蓝旺鸡不知道在黑暗中走了多深 从步数上算 大概已经有四五座云深步之处那么深了 他却一直很有耐心 终于在数到第六座云深步之处的时候 他看见了黑袍的鬼使 我以为你不来了 鬼使开口 有些事总要先安排好 蓝旺鸡拿出那颗黑猪递了过去 问道 我还能出去吗 有何不能 鬼使反问 无听闻 入此门者并无人生还 蓝旺鸡道 这是聂怀桑告诉他的 鬼使却像是知道他说的是谁 答道 却有生人进鬼门入鬼界 不曾回去 只因心中所求不再尝试而在鬼界 甘心留在此地罢了 蓝旺鸡轻声问道 留在此地 还是生人吗 留得久了 自然便不是了 蓝旺鸡点点头 请带路吧 鬼使抛给蓝旺鸡一件黑袍 这个可以暂时遮住你身上的活人气息 在鬼界行走 蓝旺鸡披着那件黑袍 遮住一身雪白颜色 也融进了那黑暗中去 鬼使转身继续前行了一阵 又在一扇门前 推开门去 豁然开朗 一座巨大的石柱门廊出现在眼前 门廊正中刻着两个字 疯独 疯独鬼城 这便是了 石柱门廊后是一座巨大的山体 在黑暗中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 山上点点鬼火闪烁 不知藏了多少鬼魅网梁 那应该便是罗峰山了 书中所载 镜大体不错 鬼使领着蓝旺鸡从山体中穿过 来到一座宫殿前 对蓝旺鸡道 你说你要找的魂魄 是那年自不夜天鬼门跌落鬼界的 应该就在此地了 蓝旺鸡深深吸一口气 慢慢吐出来伸手推开了殿门 千辛万苦地走过十来年 终于要走向一个答案 殿中的景象就有些阴森可怖了 一片巨大的血池中 路径通向十来个福岛 每个福岛上都有个陶冠 有撰文符咒漂浮缠绕 似是某种封印 鬼使道 此间封印的街是厉鬼邪神 怨力极大 只有此处 鬼使指了指其中一个陶冠 此魂魄落入鬼界 乃是被众多怨灵缠绕 拖入鬼界的 已沉睡多年 也许是你要找的 蓝旺鸡一步步从血池中走过 踏上那片福岛 扶上陶冠想了想 盘膝坐下 取出琴来 蓝旺鸡抬手取了一个音 鬼使就出现惊讶之色 鬼道果然不愧鬼道之名 此处灵力不可调用 鬼道功法却依旧行得通 甚至更加如鱼得水 蓝旺鸡宁神问灵 陶冠中竟起了红破响应 不多时魏无限的魂体 缓慢的陷了 隐隐绰绰 碰明的 还是跌落不夜天使的那一身 黑衣红衫 周身黑气缭绕 依旧怨灵缠身 鬼使没想到蓝旺鸡 居然能将陶冠中的魂破 化出魂体来 也是吃了一惊 蓝旺鸡正正望着魏英 终于落下泪泪 富有站出一抹笑意 十三年了 他终于找到他了 他一点都没变 还是十三年前的样子 岁月没有在魂体上 刻下任何印记 一切都停留在 十三年前的那一刻 蓝旺鸡问鬼使 我能带他走吗 鬼使道 不可能 能超度吗 不可能 蓝旺鸡并不意外 但亲耳听到答案 仍是心记了一下 薛扬点破他的那一刻 他就有了觉悟 能再见一面 已是最好的结局 不能奢求更多 鬼使居然又补上了一句 夺赦的手段 莫当我面 我就当作不见了 只是死魂魄被 无数怨灵纠缠在鬼界 也是陷入沉睡之魂 不可听招 夺赦之法 也是无用 蓝旺鸡不意 这鬼使居然如此通融 虽然他并无行夺赦之意 仍是起身谢过了 你若想走 三日内离开 整可回到尝试 超过三日 便会被鬼器同化 涌流此地 说吧 鬼使转身离开 留了蓝旺鸡一人在此 蓝旺鸡伸出手去 却只能从透明的魂体中穿过 只好在虚无中 缓缓附上威英的脸庞 不论如何 黄泉之下 他们终是还能有再见一面的机会 他是欢喜的 情音在想 蓝旺鸡以 截蓝鸣驱散了 纠缠着魏英魂魄的诸多怨灵 这些怨灵和博野天山谷下的一样 怨力并不强大 只是数量众多 又因魏英而死 怨恨于他 这才将他的魂魄 生生拖入鬼门 以蓝旺鸡如今的鬼道功法 驱散他们并不难 清了纠缠的怨灵 蓝旺鸡就反复弹起那一曲 被尘封了十多年的曲子 只为他而做的那一曲 这十三年的种种 他都一一说给魏英听 都在琴里了 蓝旺鸡相信他能听得见 魂体质隐隐绰绰的扶着 沉睡不醒 并无回应 一曲望线在血池中 回荡了整整三日 蓝旺鸡告诉他云梦挺好 江婉英还好好的 四处拿紫电抽人 也在找你 还记着你 你师姐那孩子精灵也长大了 虽然脾气有点像江婉英 这不大好 阿怨也长大了 在蓝家过得应该还不错 至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赤丰尊死了 逆怀桑当了宗主 虽然当得不怎么样 但也好好的 至于自己 也过得挺好 只是很想你 后悔当时没有和你站在一起 三日之期将至 蓝旺鸡已经开始感觉到 深入骨髓的阴寒鬼气 再不走 他就真的走不了了 尝试尚有牵挂 他不能留下来陪他 收起钱 蓝旺鸡俯下身去 在威英的魂体上 落下一个轻柔的吻 汶林十三载 终得三日相聚 他知足了 沿着来路 蓝旺鸡回到了 封都外的那扇门前 鬼使正在门口等他 你不留下 鬼使问 蓝旺鸡微微摇头 鬼使点点头 那你去吧 只是记住 生人入鬼界 终究有违规矩 鬼界种种 不可与常事中人言 蓝旺鸡点头 我明白 那鬼珠 能否再与我一颗 若我能再及三千兄灵 能否再换鬼界三日 饶食鬼使也被这般大胆的要求无语到了 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鬼气是积累的 你若再来一回 莫说三日 三个时辰你就永远留在此地了 蓝旺鸡 莫然伴赏 举步踏入门中 一步步远离了去 只是他却不曾见到 此时的鬼殿中 魏鹰的魂体竟起了波动 渐渐变得不再透明了起来